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俄海上联合2017军事演习 演习的场地比较敏感 所以引起了美国 欧洲等很多国家的关注 咱们今儿要从中俄之间这场说起 中俄两国一起搞的海上联合系列军演 早在2012年就开始了 六年来从未断过 到如今已经成为中国之间一个相当成熟的演习机制 目前演习每年一次 但是看情况很有可能会变成一年两次 而演习地点的挑选也很有讲究 一般是哪有事就在哪举行 比如2012年朝鲜半岛局势不稳 所以在青岛演习 那2013年呢 日本向俄罗斯讨要北方四岛比较频繁 所以演习地点选在彼得大地湾 2014年 钓鱼岛问题闹得凶 演习地点就不出意外的在东海海域 2015年叙利亚和克里米亚问题举世闻名 于是演习地点就选到了地中海 2016年 南海问题沸沸扬扬 演习地点就选在了靠近南海的广东战江 而2017年的这一次 演习的舞台直接搭进了北约的势力范围 这也是我国第一次跑这么远举行军事演习 官方透露的消息说 今年中央演习的课题是 联合救援和保护海上经济活动的安全 听起来相当的人道主义啊 第一阶段的演习 上周六已经在波罗的海海域开稿了 而第二阶段的演习会在9月份开始 地点选在日本海河 厄河次克海海域 波罗的海是北欧的重要航道 也是俄罗斯与欧洲贸易的重要航通路 附近的沿岸国家去北海和大西洋的唯一水路 也是波罗的海 这片水域周围除了瑞典和芬兰这俩中立国家之外 其他人就是北约成员 以及和北约对抗的俄罗斯了 所以这次挑这个地方 确实是个很大胆也很突破的行为 那既然挑选的场地如此敏感和大胆 所以演习注定是要被高度关注的 在演习还没正式开始之前 得到消息的北约集团就增加了在波兰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和立陶宛 这四个国家的驻军 自己加强驻军的同时 还要跳出来说两句狠话 指责俄罗斯在这军演完全就是在挑事啊 在我国参加演习的战舰 一路北上的旅途中 各个北约国家寸步不离地 自发举行欢迎和护送活动 特别是我们军舰穿越英吉利海峡的时候 曾经在鸦片战争中不可一世的英国海军 紧张得要命 派出了英国皇家海军最强的 李氏满护卫舰来护航 不过这艘战舰的年龄不小 已经服役超过30年了 而他护送的我国军舰相比之下 就年轻太多了 这次演习 我国派出了合飞号导弹驱逐舰 运程号导弹护卫舰 以及落马湖号综合补给舰 这三艘舰艇都是我国海军 现役最新最先进的主力战舰 有的服役还不足两年呢 编队是从海南三亚的军航启航 一路穿过了马六甲海峡 苏伊士运河 直布罗陀海峡和英吉利海峡 等世界著名的水道 跨越了印度洋和大西洋 前后花了一个月 才到达波罗的海的演习场地 经过地中海的时候 舰艇编队还搞了一次实弹射击演习 这次俄罗斯那边派出的出场阵容 和咱们差不多 也是三艘水面舰艇 另外还有苏-27战斗机 R-6运输机 以及卡尔7直升机 演出的内容编排是这样的 中国海军将在波罗的海 进行反潜防空和反舰防御的演练 同时呢 会对海上和空中的目标 进行实弹射击 最后会营救 被假想的海盗劫持的船只 中国之间的关系是所谓的战略合作伙伴 从传统的民间贸易和文化角度来看 中国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特别密切 但是两个大国却在军事领域的合作越来越强化 这个可以说完全是被迫的 在欧盟和美国的联合经济制裁之下 俄罗斯卢布去年贬值达到了60% 恰好又赶上油价下跌 所以这几年俄罗斯日子过得很惨 虽然我国在国际事务上比较谨慎和圆滑 联合制裁这种事几乎不会发生在咱们头上 但是咱们看到南海问题 台湾问题 萨德问题 以及最近的中印边境问题 一个接一个 背后几乎都有欧美或者北约幽灵般的身影存在 也正是因为有这样所谓的共同敌人 所以中俄之间的军事关系才会越来越紧密 两国之间这种军演才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频繁 这次中俄在波罗的海的演习对外宣称是要保护经济活动 也就是说中俄的商船在这来来往往有可能不安全 所以需要练习如何保护他们 这波罗的海是什么地方 基本上是北约的地盘 无论是索马里的海盗 还是加勒比海的海盗 都不可能跑这来打劫 所以中俄以保护商船为由举行演习 那针对的是谁 大家心找不宣 中俄之间抱团针对欧美的事 除了在军演这个舞台上发生之外 另外一个高发区就是在联合国安理会 安理会是联合国权力最大的一个理事会 针对某个国家的援助或谴责制裁或打击 都是安理会做的决定 只要安理会的15个成员国有9个同意 就能通过某项决议 但是有一个前提 是五大常任李世国不能有人反对 这些年在很多国际事务上 常常是中俄一起投反对票 来阻止北约国家单方面发起的制裁打算 俄罗斯和咱们是邻居 两国的经济也有较强的互补性 互相竞争的领域也并不多 咱们需要的是俄罗斯的能源和军工产品 俄罗斯需要咱们的轻工业产品 外交两国有共同的敌人 理论上是可以发展成铁哥们关系的 但是俄罗斯这个国家 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打算和外人真心做朋友的人 没钱的时候跟你成兄倒弟 可是你等他有钱了之后 他宁愿你做他的小弟 那么欧洲和美国这样的国家 人口素质高 科技发达 经济繁荣 有非常多咱们需要的东西 和值得学习的东西 但是这些国家和咱们在体制和意识形态上 差别比较大 咱们一直是他们防范的对象 而且他们在很多事上都积极插手 给咱们添麻烦 比如南海问题 香港问题 西藏问题 台湾问题等等 所以咱们的外交就是和俄罗斯在军事上合作 跟欧美在经济上合作 在国际上一直表现挺狡猾 也挺尴尬的 这一次的波罗的海军演 是咱们海军第一次出远门 到达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地盘秀肌肉 所以意义非同凡响 一方面 在咱们国家经济走出去的情况之下 这军事能力也必须要跟着走出去 因为任何对外贸易的背后 都需要强大的武力支持 才能保证安全 另外一方面 这就是咱们在海洋大国中出路头脚的机会 这个机会给了俄罗斯 这个被北约处处紧逼的军事盟友 也算是刷了一次存在感 给北约一个强硬的姿态 告诉他们 动作不能太大 逼人不要太甚 咱们之间是可以联合起来 一起玩的 好了 那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或者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您可以关注公众号 局势很简单 发表留言和评论 另外我们的另一档节目 局势军的政治课已经上线 您可以关注公众号 局势很有趣 获取最新资讯 感谢您的收听与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